说实话 比如说刚刚我乍听这位美国朋友说 我觉得他讲的也是有道理 他觉得你看人会发心想到 将心比心我会害一个动物 这是一个爱心的延伸 没错 但是他也提出了一个关键点所在 当人权跟动物权的时候 在我们在强调动物福利的同时 是不是我们也在想一门心自问 我们是不是也忽略了 这个去关心自己同类的程度 好 这些问题就来了 赵南远你提出了动物权利的要害 你说权利论的要害是反人类 有科学问题 有哲学问题 伦理 比较文化学问题 法学问题 很多人都说这是非常极端的思维 你怎么回应 要趁这机会有很多人 提出极端思维的人 就在里面你来 你来给我们解释一下 因为从科学上 你要证明动物是能够感觉痛苦的话 第一步 你先要证明下段那个 动物有没有自我意识 因为感觉到痛苦是有一个 可是刚刚那位先生说 来来来 等会儿 一定有 能不能让我们 有故事去你做完 一定有一个主体 对不对 你感觉到一定有一个我存在着 你才能感觉到 否则它不是一个感觉 就像你可以说 空调可以感觉温度 你觉得热了 它启动了 这是一种感感感器 感知 但是跟那个感觉 动物的感觉是不一样 就是说人的感觉是有主体 那么所以动物能感 能不能感觉痛苦 它有没有自我意识 取决于有没有自我意识 能有自我意识 它不存在一个主体的时候 这个仅仅是一个传感 不是一个感觉 这不是一个感觉 不是一个感觉 那包括刚刚讲的 包括虐待感 或包括那些所有的自由感 所以现在我觉得 反对虐待动物的这个思想 实际上产生了德国 像纳粹的很多做法 都是从这起源的 就是说 我只要把那些犹太人抓起来 是吧 不让他知道他要死 然后给你们洗澡 大家脱光了一副进去 然后把毒气 很短时间把他们去死 不虐待杀掉就行了 他呢 这个错误有两个 一个是把人和动物等同起来 动物可以随便杀 人就可以随便杀 一个是把这个虐待和杀死 把他颠倒了 他可以杀死 他不能虐待 这就实际上就造成了 奥斯维辛集中营的这种做法 我特别想提一点 就是西莫莱有一个特别大的爱好 就是把猫和狗从窗户扔出去 然后呢 他们伟大的元首 这个 西特勒有一个爱好 就是非常喜欢狗 而且拿狗狗当自己的朋友 那么我们现在不要偷换一个基本逻辑 一个杀人魔鬼 他有各种各样的精神问题 然而这不代表他全部的世界观 我想说一句 等一下他还没讲完 对我没有讲 不好意思 所以就是说 他可以建集中营杀同类 他也可以去杀狗 他可以建集中营杀同类 他也可以去爱狗 就是我们不能把错位的逻辑 放在一条线上去看 所以我们要讲科学的时候 我们要强调语境问题 作为一个讲科学的人 我相信你应该很清楚 什么叫逻辑 什么叫语境 那么好 我们先问一下说 动物能感觉到痛苦吗 一个动物你拉他一刀 他疼得满地乱蹦 你说他感觉不感觉到痛苦 我可以做一个机械人 你轻轻摸他 他也满地乱蹦 这个他 那好 我知道他内部的构造 所以我知道他没有感觉到痛苦 对对对 等一下 你试一下 你叫他的名字 你认为狗是 或者是没有主体意识的 我告诉你 他的意识非常清醒 谁知道的主人 谁他朋友 你试着叫他的名字 叫他名字没有关系 我可以造一台机器 你叫他名字 他就可以答应你 那个机器会跟你流泪吗 那个机器会向你发出哀鸣吗 那个机器会用无法纯真的眼睛看着你吗 这都做得到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敢我喊 生产了两年了 用了两年了 容了 这个你刚才说的恰恰 恰恰是证明了动物是没有自我意识 恰恰你说了一种什么他会悲悯 他会爱的 是你的自我意识 你把自我意识强加给动物了 一次你们就产生了你们对于这种狗的这种这种这种状态 为什么你们这么不爱狗了 是因为你们从来没有站在狗的立场 在其他身份的立场上去看待这个世界 这不矛盾嘛 我是学习心理学的 有研究狗的心理学 当然有 我是那个本科硕士都在一个美国学习心理学 但是呢我觉得不谈那个狗的话题 因为我觉得刚才谈了那个怎么狗有没有那个 感觉了 感觉了 就我一些啊 什么这个逻辑啊 科学啊 按照我的理解 学习心理学的 我感觉的 这都是如果你主张你的观点 你可以利用这样的逻辑 你可以强化自己的观点 对就是我觉得这样的逻辑科学也有相对性 那我最怕这样的场合讨论 这样的一个非常中轮性大的一个话题就是 双方确认双方之间的差距 是强化了自己原本的一些概念 没有发现一个中间的 或者是减少各自的不同的立场 对 但是我 他说他不代表美国 好的 我不代表韩国就是我们代表人类啊 但是他代表印度啊 对 印度 印度我知道 我们要想学习印度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东西就是 印度人他们虽然不吃牛肉 但是他们不批评美国人 没有 你们不要吃牛肉 你们不要吃汉堡 你们不要吃麦当劳 他们没有强迫给其他的国家告诉 应该他们不吃牛肉 应该就是就是我们要学 我是看我就闭眼睛 我不看 你下次弄我不看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 我的观点是非常抑制的 抑制的 我们觉得 最后我还是 双方之间不能达成抑制 但是呢 互相理解对方是从哪来的这个观点的理解 然后尊重文化的多样性 个人的差距 然后尊重 尊重 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一个 好 非常谢谢 后面那位请 我想关于刚才赵教授的那几条理论 我想跟您请教一下 赵教授您养过狗吗 我没养过 好赵教授您了解狗吗 我养过猫 对不起 您现在说的是狗 那男人和女人还不一样呢 所以我想请问 您提出来的那些狗没有自我意识 和狗没有痛感的理论不成立 因为您不了解它 这是其一 其二我告诉您 狗有自我意识 否则他不会去袭击人 因为他要自我保护 其三我告诉您 您摸一只小狗 他高兴和他痛苦的反应是不一样的 如果您不相信 请您现在去到一下东兴医院 看看被救治的那七十条狗 您就会知道了 您再去看看 四天四夜不合眼的人 是凭什么扛过来的 就是他们的眼泪 和他们看看狗狗的痛苦扛下来的 所以我认为不了解的人 没有权利去发言 外国的哲学家有一个人 谈到就是自我意识的问题 说所有养过狗的哲学家都认为狗有灵魂 没有养过狗的哲学家都认为狗没有灵魂 但是狗有没有自我意识 不是靠你的感觉来定的 对不对 这个心理学上怎么判断有没有自我意识 他找了一些猴子 还有大猩猩这些东西 在他这个地方点个红点 给他看镜子 然后看说你他是摸那个红点呢 还是知道这个红点在这 他就知道这个 当然这个能不能判断有自我意识 还是问题 不像你说想象点 你一感觉什么就是什么了 这个跟那个心理学界是 你研究心理学的 我想他应该知道这个东西 好 不是像你讲那么简单 好 回到刚才那个赵教授那五条 我就那五条 好 这五条 头一个动物能感觉痛苦吗 不用了解动物 因为这个所有的法律都是人定的 我们人觉得 好 苍蝇蚊子 臭宠 什么他是四害 我们就要杀了他 那就没关系 有一天我们认定了狗 猫 什么就是四害 国家立法了就得杀 那杀我们谁也没有办法 对不对 一个直指人类内心的问题 动物有自我意识吗 清风有自我意识吗 当你难受的时候 你觉得风拂面都是难受的风 他们都在鄙视你都在嘲笑你 当你高兴的时候 你觉得小风扑面 风都在对你进行一种赞扬 一种赞美 对不对 我们讨论动物的问题 归根结底是直指人心 是讨论人的内心的问题 我们反对的是偷了我们的宠物狗 而且让他们得了病 让他们怀着远就送上餐桌去毒死人 归根结底 人不面对自身的残忍 害的是人本身 其实我们今天所有的争论 我们说过的每一句话 都曾经在欧洲激烈的上演过 英国第一部动物保护法是这样出台的 其中一位律师他反复推动这个法案 已经十几年之久 所有人都认为他是个有病的人 后来他获得一位重要议员的支持 重要议员的支持是为什么呢 他在医院里 把那又挥动自己的手杖 把对方打倒在地 对方疼的大叫起来了 是不要再打了 不要再打了 我很疼 他说那是你是人 你还能发出声音 诉说你的痛苦 但是那些被我们虐待的狗和马 他们没有声音来诉说 于是那个议员站起来说 我明白了 从此我支持你 这是在英国第一部动物保护法 他们要袭击正在建设的一个动物实验楼 那最后这个布莱尔当时没办法说 我只好排兵了 对不对 像这样一种这个这个恐怖主义的走向 这是一个很很普遍的现象 我不希望你们在就是这个在违法的道路上 越走越远 好谢谢 非常谢谢大家 电视间的观众朋友 我不知道在刚刚的过去几个小时当中 您是不是也跟您身旁的人 或者您跟您的宠物也在辩论当中 在今天整个过程当中 对我来说最动听的词语是什么 是尊重 这边呼喊的 人跟动物之间要尊重动物的权利 这里更呼喊的是 人跟人之间彼此在沟通的过程当中 也需要尊重 我相信 这就是今天这一个小时谈论最重要的价值 我们不仅在听彼此不同意的同时 也要尊重去思考 为什么对方要如此捍卫一个价值 如此的激烈 如此的深刻 让彼此互相来静静的想 谢谢您的收看 下周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